新冠疫情趋缓下来 指挥中心在今天正式解编 后续将交棒给卫福部来主导 不过现在专家提醒了 虽然疫情趋缓下来 民众还是不能够轻忽 建议家里头还是要准备好一些防疫物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口罩 干洗手 酒精 还有一些比较简便的隔离衣 因为就是担心万一又碰到疫情爆发 就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简单准备就好不用囤货 另外今天开始 民众要打新冠疫苗 就要负担挂号费了 疫苗价也停止试用 新冠肺炎调降为第四类法定串染病 同时也是指挥中心解编的第一天 之后诊所被病患挤爆 看着病人一路排到诊所外头 除了新冠确诊者流感肠胃炎的患者也不少 但由于5月1号开始 要打新冠疫苗就要收取100到150元的挂号费 再加上一间诊所一周只会开放一次疫苗接种 有医师预估施打人数会 大幅减少 很多民众可能不太了解 要付瓜慧才能施打 造成我们疫病之间的一些困扰 但科医师黄高病也点出 虽然疫情虚缓 但民众还是不可轻忽 要准备好防疫物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口罩 还有干洗手跟酒精 家中也可以准备3到5件的减便隔离衣 加上快篩也不能少 因为万一又碰到疫情大爆发 就能派上用场 但由于物资都有保存期限 也不用过度囤积 如果你做完快篩再来医疗医院手 大家会比较不会互相感染 因为每个家庭可能还会有那些 比较小的小孩子 是建议各个家庭有一家有几口 可能就要备好几何的快篩 这样子 因应不时之需 那口罩当然还是要准备 如果未来染疫康复后出现长新冠症状 到今年10月底为止 都还是可以挂症和门诊 面对百年大疫进入尾声 学会跟病毒共存 也成了疫后人生必修的一堂课 记者温宇田叶林百安特莫抖